你打到跟你妈告状 说我害怕话是不是 我没有啊 你还敢说话 你妈给你 干什么的 谢谢 我要温的 是吗 把桌上那个 复合维生素 给我拿过来 你能不能一次 把话都说完呀 你自己也可以去拿 这屋子就这么点大 你走几步都会怎么样 而且你现在这么不振作 叫你去工作你不肯 叫你去婚纱店帮忙 你更不肯 那加拿等 我要生小孩 不能工作的时候 你让我们全家 也给你喝西北风啊 我没 你说的那么没出息吧 你看看你 现在加拿你 做这么点事你就嫌烦 那加拿等孩子 出生了之后呢 事情更多 倒是我们知道 烦得什么样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肯定会 我肯定会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肯定会 所谓的心 Review 我肯定会 一方 我想好了 我还是跟你一起干 我也偷劝 我们俩共还难共生死 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你会会不会 你误会 你误会 我就等你这句话的 我将近我们姜姜联手 橱板江湖必迎天下 怎么样了 汪姐 这个月的账务 已经算出来了 扣除直接成本 净赚八万多 八万 有这么多啊 真是没白辛苦 你帮我把应该还给 周凯文的钱先扣出来 然后再帮我包一个 两千块钱的红包 给农场的阿桃 就是那个怀孕女工阿桃吗 为什么给他呀 他丈夫过世了 他一个人挺着大肚子 挺不容易的 就当是帮忙他吧 好的 没问题 哦 别说是我们给的 就说 是周凯文给的营养费 嗯 但愿这个阿桃 不要像大美那样 大美怎么了 我从来就没有见过 大美这么不懂事的人 汪姐 你好心好意 帮助彭婶和小致 她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 还故意给人脸色看 那是大美不了解情况 人家彭婶和小致 还要想回老家的话 汪姐 你就没必要强求了 那怎么能行呢 我答应过大娟的 做人要讲究诚信才行 汪姐 你这一点 是最让我佩服的了 不过人家大美和彭婶 还是一家人啊 那张老婆 想起来 知道了 好不好 你这个 对了 真的阿滯 吗 千万不要跟他们 有任何联系啊 那家人都不是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大娟当时为了离开他们 受了多少苦 连半条命都快搭进去了 不就是为了离开 那个混蛋王军吗 妈 您还记好那个 我当然记 你别跟我提他 提到他我就一生气 妈 我这次来呀 就是想带你跟小智回去 您说这大娟也不在了 我也不放心 您一个人带着孩子 还在这儿住啊 是吧 我不回去 我觉得这儿很好 我都习惯了 回去我反而不习惯了 那不然让小智跟我回去 大娟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大娟辛辛苦苦在城里 是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小智 离开他那个不是人的 爸爸王军吗 大娟希望孩子 能在城里上学 能收到好的教育 将来能有出息 不会有人再敢欺负他 妈 您这现在身体 你还能行吗 反正这个小智也不 可是我已经答应大娟了呀 不敢多苦 多累 我都不能让大娟失望了 行了 不说这些了 餐厅还有事我得赶紧走 你记住啊 千万不要跟那家人 有任何联系 行行 我知道了 知道了 我得到家人 你还没见过 让小智也不想找到这个地方 你赶紧走 我得到家人 你也不想找到家人 那就是你 你不想找到家人 你可做的家人 你不想找到家人 你快想找到家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辛苦两位了 把这些抬进去吧 好的 小早餐厅 你好 妈妈 妈妈 逗逗 怎么突然想起来给妈妈打电话呀 妈妈 阿姨好舒服 她不让我去她的房间了 阿姨不让去 你就不要去了嘛 逗逗 这个周末妈妈接你回来好吗 可是 我不能回去 爷爷会舍不得我的 爸爸好可怜哦 给阿姨赶出去了 我要陪爸爸 逗逗长大了 懂事了 逗逗乖 在那里不要惹爷爷奶奶 还有爸爸生气 好吗 妈妈有时间就来看你 嗯 知道了 妈妈再见 逗逗再见 你呀 你打算跟你妈告诉我 说我话话是不是 我没有啊 你还敢说话 你妈给你 你还敢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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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爸 她打电话给汪婷告我的状 说我虐待她 还说她爸很可怜 被我赶出房门 逗逗 有这事吗 没有 说实话 你不要再说谎了 什么了 大姐你早干嘛呢 那个 建平 昨天晚上 您是被狐狸给赶出来的吗 没有啊 怎么了 这个家现在 简直是鸡犬不宁 狐狸的肚子会越来越大 我不能不考虑一方万一 这样吧 建平 你现在就把豆豆送完 往前那儿去 我不同意 最后我可下决心了 为了我们的孙子 为了这家的安宁 豆豆非走不可 你呀 最后赶快把她送回她妈呢 免得自找麻烦你 豆豆 咱 你爸妈咱 干什么 爸 我知道怎么做 来 这儿子 谢谢 喂 哥 贝贝 你在家吗 我在家呢 正准备出门呢 我想 豆豆去你那边住几天方便吗 等狐狸 气消了之后 再把她接回来 你是说现在吗 对 就现在 出什么事了 一言难尽 你方便吗 那好吧 你先过来再说吧 我安排一下 好 待会见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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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一飞 见面啊 一飞 有事想麻烦你一下 进来说 快点 我白天上班 你可不可以帮忙 帮我这家豆豆 我下班就来接她 那你呀 反正我现在也是仙人 谢谢啊 一飞 谢谢 豆豆 你要听叔叔 跟姑姑的话好吗 白白 我不要先走啊 我要不一起 我不会说阿姨生气了 好了 别哭 别哭啊 都说爸爸不好 就住几天 爸爸再过来接你 好吗 嗯 好 乖 请叔叔 姑姑 爸 你赶快走吧 交给我了 好 那爸爸先走了啊 别哭了 爸 豆豆 有依菲叔叔陪你玩 你要乖乖的 小姑下班就过来接你 好不好 乖啊 不哭啊 帮我照顾好他啊 豆豆 乖啊 豆豆 乖啊 豆豆 乖啊 不哭了 豆豆 不哭了 豆豆不哭了 豆豆乖 豆豆 豆豆乖 豆豆乖好不好 不哭好不好 豆豆你要不哭 一飞叔叔给你变魔术 好不好 乖 好不好 想不想看魔术 好 那一飞叔叔这里呢 有一个神奇的小本子 想看吗 看 看 这是一个画画的本子 看 它里面空白的 什么都没有 但是呢 可以在上面画画 但不是用笔画哦 是用你的意念 来 想画小动物不 来 把你的手 轻轻放到上面 闭上眼睛 用心地去想 想像你家画小动物 要专心哦 你 一 二 三 想好没有 好 你看 豆豆画的小动物 有没有 哇 小动物哎 还有喜羊羊哎 豆豆你真棒 羊 可是它没有彩色啊 它没有颜色对不对 豆豆 我手再放上 想着 画有颜色的小动物啊 有颜色的小动物 有颜色的小动物 彩色的彩色的彩色的彩色 想好了没有啊 嗯 豆豆 看能不能画出来啊 一 二 三 哇 彩色的哎 豆豆真棒 一辈叔叔好棒 是豆豆厉害 是豆豆画出来的啊 嗯 豆豆乖啊 豆豆你要乖的话 一辈叔叔就经常给你编毛束 好吧 嗯